对走在荒野的追寻者而言 杀剧年纪始终是我的重要陪伴 同时也是一盏明灯 细细阅读其中的文字 让人仿佛感受到 来自于松林中的序域 带来撼动人心的力量 让我从美学的层次 更深度地感受到自然的灵魂 虽然Leopold他所描述的情景 是在北美大地 却奇妙地穿越时空唤起世人 去关注荒野保存的价值 同时体认到土地伦理建构的重要关键 不是在于知识的辩证 而是要真正地感知土地 喜爱土地 艺术家的性情往往变化无常 这条河流也是一样 它何时有心情泼洒 这种心境将会持续多久 全都无法预料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